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蹦一声 嘴进去看 那个锅就是开始冒烟了 许女士说 最近半个月这种事情发生过两次 另一次是做饭的时候 把放在旁边的水壶给烧穿了 后来呢我就想了一下 我觉得她应该是做微商 就是开始心不在焉了 就对这件事情已经不上心了 比如说经常带小孩就是不管小孩了 玩手机了 然后把小孩放在那里 大概一个星期前 保姆找到许女士 说是丈夫去深圳工作了 想把孩子带到深圳待一个月 我就是有点慌 我当时 我就跟我老公说了这件事情 我们就说这样不能继续下去了 许女士还没跟保姆说这件事 也不愿联系对方 趁着保姆休假 他找到58道家门店 希望换个保姆 或者解除合同 可对方推荐的两个阿姨 他都不太满意 他说6800是我们这里最差的意思就是 我说那你 我来找的时候你没跟我这么说 我说我要是知道6800是最差的 我就不找了 我找别的地方6000多也很好了 我说 这名工作人员先前跟许女士沟通过 他解释了保姆要带孩子去深圳的事情 因为他可能就是跟他们开玩笑还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这个情况 是吧 然后因为的话 这边我也不是主管 工作人员离开没多久 一名负责人走进了许女士所在的房间 就说我们这名客户怎么需求 然后他们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接受了 然后我们肯定说 达到他满意的一个 是吧 给他们满意姐姐嘛 你有什么电话或者之类的吗 因为公关部已负责任 我直接让他给你们对接 下午5点 58道家公关部回复 已经跟客户达成一致 更换了新的育儿嫂 此外 公司不允许育儿嫂 有许女士描述的那些行为 目前还在跟客户核实 如果属实会进行相应的处罚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